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格格 新竹縣武峰鄉有座麥巴萊山 飆高兩千一百一十三公尺 它的名稱源自於泰雅族麥巴萊社 這是一支由大恩西流域 遷徙而來的社群 麥巴萊有著真正的和強悍的意思 與山林溪流的危險和美麗相互呼應 麥巴萊部落在行政劃分上 屬於新竹縣武峰鄉的竹林村 部落的中文名叫做中興 今天讓我們帶您來認識中興部落 新竹縣武峰鄉的旅遊 新竹縣武峰鄉的竹林村 新竹縣武峰鄉的竹林寺 新竹縣武峰鄉的竹林村 我這個馬告是一年一次 我禁止噴農藥 可以做麵包馬告 香腸馬告 還有順其現在屏東檳榔都加馬告 然後食材 魚啊 肉啊 乳肉啊 還有紅燒魚啊 什麼都是可以馬告 超香的 你什麼都不用放 只要放馬告就好 以前是專門煮山肉比較多 因為以前沒有什麼肉啊 山肉 他們就拿這個馬告去做那個香料 很棒 對 你有吃過嗎 我吃過 我常常吃 我們所謂住林村有分三個部落 第一個部落就是可平現在佔的位置 第二個部落就是我們三個部落 中心點就是在可門柔山部落 另外就是比較偏遠地區就是中心部落 中心部落將近三十八部總共是一百七十幾部 人口多也都是在四五百五 然後我們主要是三個部落的特產 農業特產品是大概都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農業特產品就是它的距離的方面 就是道路的方面比較差一點 那我們的特色就是水果之類就是甜刺 還有我們的水蜜桃 還有奇異果 還有那個水檸 水果之類是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個農業的部分就是高麗菜 還有我們午夜的 就是最近的那個阿麗就是我們竹筍 那我們現在中心帶的很少在部落 都是往外發展的 最重要就是為了小孩子的生活 跟我們文品的那個差距 因為小孩子你讀書後真的是 出去找工作不好找 你讀到那個文品的話出去找工作比較好 然後生活就會變得不一樣 但是他們的那個住戶就是比較分散 因為我們老人家都是 都是一座山一座山 以前是沒有道路 都是人走出來的路 中心的產業也是大致於都相同 主要是它的運送 他們比較吃力都是道路的問題 因為他們所種的那個產業就是 一戶各戶各戶嘛 有的他們的財產是比較遠一點 道路就沒有那麼好 那那個四季菇跟東菇有什麼樣的差別嗎 主要是菌種的溫度 因為東菇的溫度大概20出頭度 他也是從小也是我們像我堂哥嘛 他也是為了小孩子啊出去出去讀書文品 文品讀高了 然後他又分到原住民補研會那邊做一個專員 他也是碰到有機會又返回鄉 也是主導我們做那個香菇類的 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因為我在桃園的話 因為我在那個桃園市政府 原民局服務了將近五年的時間 然後其實就我以前生長環境 其實周邊都是平地的同學朋友啊 所以我早期的時候比較沒有回鄉這個概念 就一直覺得說 就在外面 就學然後讀書工作 就很沒有概念說 也沒有想法說想要回鄉 可是在原民局這五年的經歷 其實在原住民的議題當中 其實就是碰觸了很多 慢慢慢慢 透過對都市原住民一些協助 還有一些復興區的一些住民的協助 慢慢覺得說 是不是應該也要 畢竟家裡這邊有田然後有地 然後是不是有這個機會可以回來 然後其實在108年就是 配合原民會有一個孤類的推廣計畫 對 我就想說 這樣子的話 剛好有這個機會可以回來 就毅然決然回來附落 我再看看我周邊的 好像沒有人有這樣的環境 可以透過這樣的機會能夠回來 現在的整個氣溫 整個溫室效應造成的影響 其實我們整個溫度都主持 所以對斷木香菇的生長 其實也有一定的影響 斷木香菇在生長的時候 需要大量的水分 比如說我們在倒木的時候 可能要灌 將近兩天的水 大量的水去灌 它才會做一個很好的生長 可是去年的部分 真的是因為那個極端氣候的影響 造成我們整個 比如說五峰這附近 整個的降雨量不是很多 所以在去年 甚至今年年初 其實我們的斷木香菇的量 沒有特別多 所以主要的差異就是溫度 那冬菇的話 主要是11月初頭它才會 因為溫度比較低 它才會生長 那施基菇的部分 就從八月開始就會開始生長 差不多到隔年的二月或是三月 它是整個生長其實這樣子 而到今年的話 今年三四月沒雨季 其實雨量就特別的明顯 然後像這次我們的收成 跟去年比相對的就比較好 種植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在探討 就是菌種弱化的問題 因為它們都是隔代 就是一直沿用這樣的菌種 所以會有 我們會擔心會有菌種弱化的問題 可是 我相信政府部門有在 有在研究 也有在實驗 就我自己來講 還有 可能我們就是自己先做一個 因為我們的量其實不多 因為我們只是 做一個小批量的生產 因為我們是配合一些 之前工作的關係 所以才有這個機會回來這樣做 所以其實我們最主要的是 先販賣給自己的親戚朋友 然後其實我們其他的 香菇班的班員 基本上都是 也是都有自己救我的客戶 所以我們會不會有誘託 我們會不會有任何人 我們會不會來 這是我們的家 我們會不會去 家伙企业文化 主婦主物 他们会编码 所以我都会在他的旁边看 是 所以让它密 密 其实就是变这样 没有动手 底就是这样子 大概如果说 就打底 我先把它打底 比如说一天我要做别的 是一天也可以 打底就底 先给它做三个 如果是小小的话 可能说一天 筋线筋好了绑好 要插线 就可以五个 就可以了 但是边上来 边上来它是比较快 如果说要加一些藤 就比较满 而且我的手常常会刮伤 夏天 夏天的话知道有割伤 冬天根本能跟割不到头 看流血就有了 你这个弄完后 它就还要拉 两条两条的拉 要给它拉紧 这样 太阳就挤 挤细 这个是刮油 这是田 田 这个他们有时去山上采阿里 有时背去山上采一些 反正一些蔬果 一些青菜高丁菜 这两个 就是巴哈 巴哈 叫巴哈 这个他们去 他们去山上打猎 就是说 他们背着 去山上打猎 把一些或是山猪 还是 或是山姜 肥鼠 这个就比较耐 比较好 没了 中心部落居住范围 宽广而分散 近年来人口流失 现有组织动能不张 留在部落单打独斗 或自食其力的情形 更凸显了部落的窘境 面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冲击 许多部落都努力于产业的转型 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中心部落也是如此 然而经济发展 道路先行 目前部落最需要的是一条 平稳而安全的道路 休息一下 下一段报导带您继续来了解 中心部落的麦巴来山 落差超过1100公尺 它的登山路径 行走在一片美丽的柳山林下 是全国少有的绿营登山道 吸引了许多山友前来朝圣 而麦巴来西西水的高低差 则产生了一连连的大小瀑布 中心部落有山川 有美景 应运而生的是录音区的盛行 在当中有为数不多的 原住民农场经营者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一块来探讨 原乡农场的经营困境 2015年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首次举行圆桌会议 探讨在不影响林木生长的前提下 山坡地能否推行林下经济的议题 并且建立科学基础与科学试验 2016年由林物局正式成立推动小组 根据森林的特色研究适合的作物 全面展开推动各项计划 而对于原住民来说 种植香菇有很多经验可以传承 有更多故事可以述说 其实像我们竹林然后中兴 甚至在我们桃山石路那边 其实都有很多就是种段木香菇 其实我们原住民跟段木香菇的渊源 其实很深 我去做访试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就专门跟姑娘在聊天 聊一聊甚至旁边路人经过的时候 他就说我小时候也跟着老人去 以前很山山背着瓶子去那边种香菇 基本上几乎原住民都有这样子的记忆 对段木香菇 所以这个除了是产业之外 其实对我们原住民在将近60岁 50岁60、70岁甚至70岁 其实他们在小时候记忆 对段木香菇其实它那个连结是很深的 所以刚开始我们但是以最熟门熟路 已经跟我们彼此生活习惯的这个脉络 先去做一个推广 从政策法令的开放到部落孤农的组织化 零下经济政策确实带动了部落的产业 而产业如何升级 需要农民的团结共识 并运用行销专业 但这部分我们在计划执行的两年当中 我们分别成立了我们的产销班 跟我们的合作社 因为其实你说一些行销计划 其实非常需要资金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我们能做的 暂时先做的就是我们可以凝聚我们 枯农的共识 像我们开会的时候 针对价格有一个很 就是我们的产销班 其实会有一个很好的共识 就是在价格这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在推动 端木香菇的一个价格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是很持守在那个 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啊 因为其实端木香菇 老实说今年其实我们有 有把价格涨起来 因为过去端木香菇的价钱 跟三年前的价钱 几乎二十几年价钱 跟现在价钱几乎差异不大 不断辗转蜿蜒的山路 引人进入仙境般的部落中心 位在竹林村的中心部落 泰雅语称买拔赖 而当地族人也有自称为乌逆喇瓦 因为部落的地形环境 以及气候因素 部落族人常年种植 钻木香菇而闻名 雾气越来越浓 哈尼农园的标识助力眼前 这是一座由泰雅族人开设的农园 哈尼农园的创始人姓孙 所以一开始叫老孙农园 儿子继承后改成自己的名字 当时在老孙农园的时候 我们这个农园里面那个时候只有田氏 然后田氏 然后爸爸他也大概有种个 100瓶左右的那个香菇 因为他因为体力上面的问题 所以他就后来 因为香菇需要人力要扛木头 所以后来爸爸就不种香菇了 因为身体的机能越来越差 由照顾到承接 再从定居到规划院景 哈尼夫妻从此一同携手 打造旧原地 那当时我们会上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因为爸爸身体不好 已经没有办法自己下去工作 所以而且不只是我公公 不只是爸爸妈妈也是 两个老人家都是行动不便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上来顾他们 那我就很感谢我公公 他就是因为当时他留下这块土地给我们 那个时候这块地东西是平的 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既然已经在这里了 在这边照顾老人家 那又有这块地 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出去工作 所以我们就开始设计 我们就想说要做一个农员 做一个露营区 近年转型成休闲观光农员 呈现多角化经营 譬如说针对客人 他是整个包场的客人 我们就会有做竹筒饭的活动 然后还有做倒麻吉的活动 然后有时候会教他们怎么做竹工戒 给小朋友玩的竹工戒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晚上 如果他们要赢果 我们就有一个烤肉区 然后还有一年四季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活动 像四月份 我们有贵竹笋的活动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竹子 所以我们会采收贵竹笋 让他们体验怎么收贵竹笋 对然后我还会给他们体验这个贵 让他们知道这个贵竹笋 他是多不好收 然后怎么去煮来吃 才会这么好吃这样子 他们仍然没有忘记 农夫的角色 不断精进农产的质量 以往直立式的段木 今年要让他们躺着 我们就再试看看 今年是这一场就是 如果粒 因为粒的树枝 在虫栗上很容易有那个 虫 白蚂蚁 白蚂蚁 所以我们把它粒 避开这个白蚂蚁 所以我们粒上来 因为我们香菇本身就是有机的 有机就是 我们香菇本身就是不能打药的 然后不管你有白蚁也是不能打药 对所以 所以我们就是为了避开那些虫 所以我们就把它架高 就来试看看 架高并非新创 而是找回过去的智慧 另外架高的好处 是让段木容易翻转 使菌丝平均分散 相关的生命旅程如履薄冰 每一步都要细心呵护 这一棵应该是镀音树 镀音树 然后我们在 截断到这边以后 因为我们要让它脱水 脱水完毕以后 我们就开始直菌 直菌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先钻孔 钻孔完毕以后 我们就把菌直进去 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 这边整个树头表面 都是一棵一棵 然后我们把那个菌 直进去的时候 就像这一场 我们这一场都是 士忌菇的菌种 对 士忌菇它有分剑山 然后还有一个农林 所以这一场 现在看到的都是 我们这一场 都是种剑山的菌种 对 所以它是在每年的夏季 每季都可以收的 那我们开始在 症 证完了以后 我们大概会养菌 养菌大概给它拼它 大概六个月左右 如果六个月 可是我们在六个月左右 我们还会去翻动它 然后当它开始 我们觉得它的菌种 在树头里面 开始跑完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把它上架 我们一上架的时候就是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 在雨季的时候会打 然后因为如果说 如果碰到雨季的时候 我们就 就会去敲醒这个木头 就是它让它里面的 那个菌丝觉醒 然后它就会开始 从那个树 树的 一开始应该会 从这个洞 可是它 因为它后来 因为整个菌丝 已经满满的在这个 树头的时候 所以它就会 从皮就开始 也都冒出来 对 然后它就 它就会长成这样子了 而且它一出菇的时候 它是从很小的菇 菇出来了以后 它就是我们大概会等 我们预计如果说 天气比较热的话 大概三天 三天到 三天左右 就开始可以 开始收菇 如果比较冷的天气 大概五六天 对 然后它要成 要可以收菇的状态 就是我们 以八分开的动作 八分开的时候 来去采这个香菇 那很小了 有开 有开就要收了 不一定 有开 对 有开 它还是包在里面 然后还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香菇 它这边叫菇饼 然后这边叫菇折 所以整个散 这个叫菇散 所以当我们的菇 菇折撑开以后 距离它的菇饼 已经有 然后已经有一段距离 然后它又是这样 八分开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可以采收了 对 它这个大概是七分开 七分开 因为它这边的边缘 还在往内凹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 菇这边已经大概开出来的时候 这个八分开的时候 我们这样子下去烤的时候 会比较漂亮 取自大自然的木材 36个小时烘烤出绝美的食材 五峰香菇 虽然摄影机拍不出香味 但却依然可以感受到菇农 喜悦而自信的心情 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到 我们这个最传统的烤箱里面去 我们这个烤箱进去之前 其实我们应该要先浴火 就是因为我们的烤箱里面 在还没有温度起来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先烧烧柴火 让它烧到里面的温度 大概有35度的时候 我们这个香菇才会下去 产销般提供统一的包装袋 借以方便行销 让菇农不再像以往单打毒豆 可是我们一开始烤的时候 会放在下层 因为我们在烤香菇 会有前中后 中间的时候 我们会把香菇翻 用翻的就是 除了这个香菇要翻过来之后 因为我们也会看到哪里 温度比较高 所以我们也会整个翻 然后这个架子会上下这样子 不断的去摆动它 每一位菇农都是苦尽甘来的生命大师 他们观察入围 悉行呵护 让这些菇好好滋养长大 这也是菇农最好的礼物 中兴部落麦芭莱 除了发展部落经济外 关于文化的附贞 也需要透过整合来形成共识 建构出以太亚文化为核心基础的 新麦芭莱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请走TIT 我们下一个部落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